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三读 来修改NCC一共七位委员任期四年届满得连任的规定 改为了任期四年并仅能连任一次 并且删除旧委员延任的过渡条款 行政院士在今年四月针对了NCC新名单 提出了四位人选包含了现任副主委温伯宗将转任主委 不过呢由于传出温伯宗被提名的背后是有媒体大亨在护航 因此随后遭到了蓝白两党的联手抵制 也导致了至今NCC委员人士同意全案 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都排案失败